众所周知,我们测评过很多品牌的多款电源新产品 而这次我们又将为你们带来户外电源界新宠儿 由莱特利小莱推出的户外电源家族 来看看这些产品有哪些创新推动该行业的进步呢 其中主打的是这款电光700L 首先这个电源的整体外观设计还是在我们的审美线上的 颜色上采用黑非防的搭配 不论是露营、自驾还是工业用途都可以搭配 采用一体式的侧面提手属于现在流行的一个设计 不影响顶部平起,无线充电板是现在新品户外电源不能缺的 顶部不仅可以用于无线充电 也可以放置更多的物品,节省着面空间 侧面该电源的AC接口区有两个600瓦的正前波输出接口 上面的盖子打开使输入去 看到中间这个接口我们就知道这个电源支持快充输入 官方标称仅需50分钟就可以充到80% 1.6小时就可以将700瓦时的电源充满 这已经是现今户外电源的传统异能了 这里还有个接地保护以及太阳能板和车充输入接口 这里还有个过载保护按钮 正面是划分铃系的功能区 正中的打开关按键长按开启 隐藏的显示屏亮起 上面有电量输入和输出功率 以及续航时间的基本信息 左边分为DC区域 有两个126瓦的DC5521接口 以及有TPE材质防尘盖保护的车充口 下方是USB区域 点击USB开关开启供电 并且有接口分为灯 方便在黑暗中找到位置 四个口分别为100瓦的Type-C快充口 和一个18瓦的USB-A快充口 以及两个12瓦的USB-A接口 这四个口在如今的时代仅能算刚刚苟用 但电光700L对此有更好的创新 来获得更好的用户体验 那就是这里的电量分享舱设计 这里面其实是两块名为优小新的独立电池 相当于自带两个独立的 4000毫安时PD18瓦的充电宝 取出时可以独立给手机等设备供电 插上时电源会自动给电池补电 一共下次使用 我们认为露营时完全可以在此放一个收款二维码 扫码即可租借充电宝给他人 使用一次十远 只需要几年你应该就可以回本了 不过我先以为 这仅仅就是小莱推出的小型充电宝 研究之下才发现是自己格局小了 原来这个电池是小莱模块化能量补给系统中的重要一环 小莱推出的U4系列产品线都采用这个电池模块供电 比如露营马灯 便携吸尘器 神波筋膜枪 原子钻 热龙胶枪等 每款产品均采用同样的电池供电 这样的好处是只需要根据需要配置电池数量 并且无需担心电池老化的问题 只要户外电源在身边 基本也不用考虑给这些设备充电的问题 小莱甚至还推出使用优小新的洗车机和吸尘器 搭配成为车载清洁套装 无需担心每个工具的充电问题 高度集成化 让你的整个自驾和路营旅程 都能时刻保持自己的车整洁和电量的永续 同时对于某些露营时需要长时间供电的设备 也无需在有以前使用中需要充电的较略 可更换电池可以保持设备的永续运转 让电能的使用效率更高 才能让地球更加的坚定的环保 我想这才是小莱想做的事情 除了主打的电光700L以外 还有火石300和火石600 这三款均备有两个优小新充电舱 功能和分区上区别不大 比较明显的区别是充电方式上 电光700L采用的是大功率充电 而火石系列均采用Type-C 100W的充电方式 充电速度会慢一些 但跟手机一样的充电方式会更方便 还有电光700L读响小莱智能APP控制功能 连接APP后可以看到界面中心 非常直观地通过容量池表示了当前电池电量 然后上下就是包括设备温度的一些基本信息 还注意到左上角有UPS字样 说明此款电源支持UPS功能 下方是每个区域独立控制开关 可以看到每个区域还能定时 为这个功能点赞 电池健康页面可以详细地了解电源的使用记录 获取电池循环技术以及电池健康状态 设置页面还可以设置让AC或者DC常开 用以例如呼吸机等需要长时间供电的设备 小莱的这个APP控制 我们认为是目前我们看到的功能比较完善和实用的 除此以外 体积和重量上电光700L和火石600的差别并不太大 而火石300确实相对显得更加小巧轻便 实测整体仅有3.39公斤 对于用电需求不大的单日露营者 这款产品我们相当推荐 而电光700L和火石600的选择 主要还是看是否需要快充 如果对价格不敏感的话 建议还是直接移步到位 上电光700L 并且电光700L竟然为露营爱好者 在电源上设计了一个灯杆接口 采用官方的灯杆配件 即可合并露营中的照明和供电需求 将一个户外电源的功能和空间利用率发挥到最大 让你更为方便顺利的在露营区开展业务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给我们点赞评论 并分享给其他人 谢谢您的支持